大卫的立约 我们是否也很羡慕神赐福给大卫呢 我们来看看大卫的他的心情 十七章一节 这里说 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 对先知拿丹说 看啊 我住在香伯木的宫中 耶和华的约柜返在蔓子里 拿丹对大卫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神与你同在 我们看到大卫的心 不是只有在乎自己的需要 或者是享受住在皇宫当中的 这样一个舒适和成就感 他期待为上帝做一些什么事情 他想到的是要来服侍神 这样的心智是神所喜悦的 神就将他的心意 还有计划 显明给先知拿丹 拿丹就转述给大卫听 七到十节的立约 也就是大卫之约 有三个主要的内容 第一是君王 神建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 并且应许他得大名 第二国土 以色列人要在应许之地立国 第三国度 神为大卫建立家世和王朝 大卫建圣殿的心 神的回应是什么呢 神并没有要让大卫来为他建圣殿 神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 大卫从一个小小的牧羊人 到成为战士 到成为君王 他经历过许多的患难和困苦 他也真实地经历 神对他的保护还有引导 神以这永远的约来告诉大卫 大卫听了之后 他的回复和祷告 也令我们非常感动 大卫坐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尽使我到这个地步呢 大卫谦卑地来到神面前 他深知除耶和华以外 并无别生 他也提到了救赎 神与他子民的关系 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 神是赐永远的福的神 大卫求神照着他的应许 成就在他的身上 在十八章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是如何的帮助大卫建立国家 大卫攻打非利士人 把他们制服 又攻打了摩亚人 亚兰人和异东人 他们都臣服于大卫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之约里面 神应许说 我必为我们以色列 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 神的话语没有落空 从大卫而出的 那位永恒的君王 就是耶稣基督 他也是大卫的侯义 耶稣基督的国度 是直到永远的 我们也看到 以色列在亡国 2500年之后 神使他们枯骨附身 重新栽植建造 在神所赐的土地上 他们要成为 列国的见证以及祝福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人生 各样的追求上 也许我们很努力 但是我们是否想过 那你对神的渴慕 还有侍奉 是不是一样 这么渴慕地来追求呢 大卫热切地 要迎接约会 要侍奉耶和华 他这样的心思意念 以及这些感动 让神是非常的喜悦 神主动与大卫立约 并且赐福给他 因为我们也拥有 大卫这样的 为主一个服侍 渴慕的心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敬畏你 爱你的人 你必打救他们 你的约也是 坚立到永远 信靠你的人 是何等的有福 感谢主 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并且进入到 那永恒的国度 我们献上感恩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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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